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试一款眼镜 这个眼镜呢是配合无人机使用的 很早之前试过,对没错 这就是在一开始就经历过这样的惨状 这是来自一行的无人机的VR眼镜 我之前一直在想为什么非无人机要带VR眼镜 他可能说让你体现出这种身临其境的飞翔感 好比自己是一只小鸟在空中傲翔 可是当时这个眼镜配合的手机呢 我个人感觉是一种线 为什么,当你看到外面的景象的时候 你看不到手机 所以你在操作的时候呢 你可能会属于盲操作 盲操作 所以我当时在想如果有朝一日 我可以有一个控制器的话 然后呢,又可以戴着VR眼镜 那就完美了 今天呢,还真的就快实现了 先放一遍 接下来呢,给大家看一看新的一款DJI Goggles OK,在我面前这黑盒子里面呢 就是DJI Goggles 是大家公司呢 给这个无人机配套的一款VR眼镜 让你身临其境 也是刚刚拿到 也非常感谢呢 网友粉丝朋友们 OK,整个是一黑盒子 黑盒子里面装的真是 哇,看起来还不错 把它拿出来 哇,整体感觉做工真的是很棒 真的很不错 然后,这是speaker 然后有一个HDMI的一个 这是 OK,这边可以插卡 就是在空中呢 应该是可以听到某种声音的 底下这个暂时不知道什么东西 然后这边有一个回退键 有一个功能键 在右侧呢,这是电源键 也就是说它这应该是充电的 在这上边呢,有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接口 暂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然后放到这边,来看看箱子里还有什么东西 哇 这应该是一个头带吧 哇,别说这个东西 乍一看起来还是蛮复杂的东西 OK,拿出来之后 里边还有一个电源 然后电源中间一个盒子 然后还有蛮多的说明书可以看到 不知道为什么 什么原因 这个说明书呢 底下是完全粘住的 这个跟我可没关系哦 这本书还是比较重要 是DJI Gargles的这个入门指南 天呐,底下都是双面胶 这个盒子真的,这个包装真的要改进一下 怎么全是双面胶啊 开什么玩笑啊 我们火速看一下这个 站在黑边的这个说明书 快速入门指南 怎么带上,怎么接上 当然了,先充电 OK,在这里呢 给大家展示的基本上就是 这个Gaggle本身 不知道这个盒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大家要打开看一眼 哦,里边是 哇,这个数据线还包的还蛮不错 哇,里边还包了一个擦眼睛布 然后还有这样的 这应该是卡线的 然后一根HDMI的一个转接线 一个是Micro USB 我觉得这应该是充电,应该是在这里吧 应该也不会在其他地方 所以我暂时呢要找到它的充电口 因为这样的话才可以在后期使用的时候呢 有感受得到 OK,很明显不在这边 充电口在哪里啊 难道这个底部才是电源 哎,在这里 也就是说呢 这个卡头的这个位置啊 它只是一个收纳电源 因为我可以在它这个 这个产品重量上能体现到 它应该是内置电池的 所以我觉得先充电比较重要 好,接上线之后呢 在这里呈现的是充电状 OK,经过一系列的研究之后呢 我现在发现了 如果要正常使用的话 其实还是有一点点难度的 首先呢 要确保它充满电的 而大家可以看到 在现在呢 是一个充电的状态 这个绿灯在闪 四个绿灯 全部亮了之后呢 说明充满电 而这个过程呢 大概需要三个小时 充满电之后 可以使用六个小时 这款眼镜呢 它是只支持 Mavic Pro和Fantam 4系列 就是D04和D04之后的机器 还有Mavic Pro 之前的机器呢 是比较难以支持的 当然呢 也支持更加专业的无人机 比如说Inspire One等等 而且它在使用的时候呢 需要一个配对的过程 这个过程呢 因为技术原因呢 现在暂时无法给大家体现 但是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们配对的时候 首先在开机之后 这边一个按钮 开机之后呢 会在这个底部呢 一个返回键 一个功能键 iPhone底下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按钮 像一个我们的复位键一样 大家能看到的话 就在这里 在这里要按下它的同时呢 要按下Mavic Pro 这个里边的一个按钮 这两个是属于Link 同时按的话 它会配对 非常小的一个位置 在这里 在使用过程中 应该是没有办法展示给大家那种感觉的 但是我依旧特别期待 日后的这种体验到底是什么样 到底清晰度 或者使用体验如何 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关注我的视频频道 日后在Vlog视频当中呢 可以放出一些使用体验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我是MICROX 这期拆封 到这里 虽然结束了匆匆 但是期待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